地藏顾佛再来 顾佛事先的 学己为人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这是地藏本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代表什么意思 决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只要有苦难众生在 自己就要跟这些众生打成一片 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 这是地藏本愿 那么由此可知 哪一个佛菩萨不是这个本愿 那么由此可知 哪一个佛菩萨不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 从事愿救度苦难众生 这个点来看 所有诸佛菩萨都是地藏菩萨 从大慈大悲上来看 所有一切祝福菩萨 都是观世音菩萨 从诸真实智慧 决定不迷 那所有一切菩萨 都是普贤菩萨 菩萨不是一个人 通通都是 所以任何一种菩萨 他的信德都是圆满的 你从哪一个方面去看 趁他做什么佛 趁他做什么菩萨 所有佛菩萨名号荣后这一体 要发生如来 发生大死 我们要知道 所以诸佛菩萨的德行 就是我们自己信德全体的显露 我们要许 要信 要解 要许 然后你才想的 地藏菩萨在哪里 自己就是嘛 观音菩萨在哪里 自己就是嘛 每一天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 那是什么 那是母行啊 照着这个母行塑造自己 供养观音菩萨 我学观音菩萨 学得很像 自己就是观音菩萨 供养地藏菩萨 我学地藏菩萨 学得很像 自己就是地藏菩萨 地藏观音文书普行 都是自己的信德 信德才能圆满一些 圆满的成就啊 所以说佛福道统啊 一切佛就是一尊佛 就是一个自信佛 所以我说 我说过啊 社方法界一切众生呢 都是如来的化身 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来化身 如来是自信啊 那华言讲的吧 唯一信所信 那个信就是真如 就是本信 一正庄严 都是自信变现的 自信是如来 自信变现的 那不是如来化身是什么呢 对 那是 我说 感谢观看